第一批90后逃过了秃头,逃过了油腻中年,却没有逃过收破烂这个宿命,明明小时候最讨厌父母收拾月饼盒子长大后却连外卖的奶茶袋子都要叠得整整齐,其甚至连装内衣的袋子也舍不得扔你,终于成为了你最讨厌的那种人。 有些90后还极力否认自己在收破烂到底,有没有你自己翻开桌子抽屉仔细看今天就带大家见识我们翻到的90后的宝藏。 但我知道口袋留着就一定会有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塑料袋,连小超市的袋子都叠得巴巴适适,把节日又能装的购物口,带扔掉的人绝对是败家子。 然而是超市又绝对会忘记戴上装衣服的袋子是绝对舍不得扔的好看着装衣服的胆,此更必须珍藏外卖周边智慧的90后,用他们勤俭家的态度。 把充满不确定的外卖,安排得明明白白,用自己的双手,亲手实现外卖餐具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辣椒包番茄酱这些重要调味品一个也不能丢家里面,就靠这些辣椒包做红油辣子有远都会有忘记给吸管的外卖商家。 但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奶茶女孩对于靠奶茶许名的女孩来说,你可以改我的稿子,你可以否定我的方案,如果你增了我的奶茶西瓜,我就要跟你拼命。 衣服周边这类朋友认为,即使一件衣服早就不会再穿了,但这件衣服的所有配件权,不,都,要,收,藏,好。 备用扣要收藏好,调牌要收藏好,连商标都要剪下来收藏好,收藏这些来干嘛?难道还想自己开个服装厂吗? 盒子系列收藏盒子对电视,在中国是有历史人员可以追溯的,这要归结到我国的传统节日,中青和端午,因为月饼盒子是舍不得扔的,反正除了月饼,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月饼盒子里面。 在月饼盒里放针线的90后,恭喜你,你终于活强了你妈妈最喜欢的样子,绝不让每一个月饼粽子盒无处安放,不给盒子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就不算过了一个完整的中秋端午,除了月饼盒子盒,粽子盒子其他盒子,也蛮逃贝抹干吃尽的命运。 比如你以为这是一个饼干盒,后来成为了一个化妆盒,还有各种款式各种花色的盒子,即使什么也不装光是摆在家里,就会觉得非常安心。 化妆品系列,女生买过的化妆品盒子,都是舍不得扔的,因为有些化妆品的包装真的很好看啊。 更重要的原因是化妆品太贵了,留住了包装盒就感觉自己也留住了一部分失去的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蛋就是舍不得扔,系列收藏了一整个夏天吃过的菠萝滚滚,家里缺款子你跟我说啊,还有过生日剩下的餐盘和生日蜡烛,二十八次的蜡烛,八十二岁还能再又一次想了也。 太周到了吧,婚礼上收的红包,真是小机灵鬼,想永远通过沾别人的喜气来实现脱单梦吗? 吃巧克力生下的包装纸,就想问问你家里很宫吗?是有矿山还是住的是别墅? 但是真的有人能够变费为宝,非物利用心灵手巧到不幸90后,甚至想送他去录制一系列生活小聚会。 薄克腾的河泽舍不得扔,用透明胶带缠起来,就是一个笔筒就连卫生纸卷都能拿来,装化妆刷,有些90后表面光鲜亮丽, 暗地里却在收破烂,白天是风风刮火的上班族晚上回家,偷偷用咱起来的外卖番茄酱配面包, 不过在他们收藏家,眼里这些全都不是破烂,你形容没什么用,是舍不得扔的破烂吗?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